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街边的休鞋店和大型酒店 小区里的小型超市和市场里的大型超市 它们在形式上都有哪些区别 在设立条件上都有哪些不同呢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掌握这些内容 本节课 我们将讲解企业法律形式当中的相关内容 从而让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 目前市场经济运行当中的市场主体 它的类型及其内涵 按照法定标准 我们将企业的基本形态分为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公司制企业主要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这些企业在设立条件 责任承担等方面都有哪些内涵要求呢 本节我们首先要来了解 个人独资企业它的内涵要求 个人独资企业在申请设立和注销程序方面都比较简单 所以它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数量也较多 但因其规模有限 所以并没有成为社会经济运行当中的主体 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应具备的条件包括 1. 投资人为一个自然人 且只能是中国公民 2. 有合法的企业名称 3. 有投资人申报的出资 对于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 法律并没有做硬性的限制 只要符合申报的经营范围需要即可 4. 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5. 有必要的从业人员 个人独资企业的特点包括 1. 资金来源有限 个人独资企业的规模都不大 这种企业类型主要用于发挥个人或家庭的传统技能 或者投资人个人的资产或劳动就可以完成的投资项目 如小区里的小型超市 街道边的小型商店等 2. 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 它属于非法人企业 3. 承担无限责任 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 要以其个人或者家庭财产 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今天我们学习了市场主体当中的个人独资企业 这种企业类型的设立条件和责任承担的内容 相信通过学习 同学们已经能够准确分辨出 在我们身边的这类企业的内涵特征 也可以为同学们今后的创业和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感谢大家的聆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